你不懂得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 没事 我缓缓就好了 好开心 你咋那么不懂事呢 你咋带妹妹呢 你咋能来这么高的地方呢 好人啊 都怪我 都怪我 小福晋 妈妈 你没事吧 没事 哥哥呢 咋哭成这样 是不是你训孩子了 他太不懂事了 没事的 乖 那不怪他 是我妈让他看着娃的 他这么小 他怎么看妹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刚才撑了一下 没事你半天站不起来啊 好了 没事了 都好了 我看你就是在阴撑 你怎么办 回家看着伤口吧 没大事 放心吧 赶心 这次多危险啊 以后再也不能带妹妹 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 记住了没有啊 记住了 爸爸 好了 别说孩子了 开心 你带妹妹上礼物去玩吧 妹妹 咱们走吧 我看看你的手 你看看 这都肿了 还说没事 不行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不用 我就摔了一下 这骨头肯定没事 放心吧 还说没事 你牵我那手 就刮破了那么小一刀口子 你就拉着我去医院检查 到自己这儿就没事了 你是一个女同志 我是一个男的 哪儿那么金贵啊 你这贴块膏药就好了 我们家正好有膏药 你在这儿坐着别动 我去拿 等会儿啊 我去拿 爸 你咋回来了 你啥意思 你是盼着我一辈子 都不回来 是吧 不是 你瞎说啥呢 你不是在医院呢吗 你是不是偷偷跑回来的 什么叫偷偷跑回来的 医省同意的 你 你这胳膊是伤 怎么回事 没啥事 就是摔了一下 在哪儿摔的 好爷爷 好处是为了救我 才摔伤的 真的 那你又到哪儿 淘气去了呢 开心 你先带这妹妹 出去玩会儿 妹妹 咱们出去玩吧 老婆 这是你长大 小心 小心点啊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小夕就进不了 咱家的门 那进不进得了门 也不是你说了算 大不了 我在这开心 进她家的门 你赶紧 孩子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爹有高血压 你这 你这是要我的命 你这是 爸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啥就不能接受 小夕呢 你就以为她是二婚吗 我说了我不在乎啊 孩子 孩子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假不明白啊 你得带着开心 她得带着小复兴 你们结婚以后 还要不要孩子 她工作这么忙 她怎么照顾这个家呀 你说 你这么好的条件 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那什么样的姑娘 那也比不上小夕 她就那么好吗 让你这么多年 一直惦着她 连升迁的机会都不要了 还专程从开发区跑回来 是 小夕就是这世上 最好的女人了 我就是要娶她 现在我一能阻止 我娶她的人 那就只有她自己 你真是被朱佑蒙了心 没错 我就是被朱佑蒙了心了 我从第一眼见她 就被蒙了心了 भर वढे हैओा 王小新 您嫁给我吧 我們一起照顾清雪 有很多话 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一直没跟你说 但是今天再不说 我怕是来不及了 那时候 咱俩头一回 在向正宏见面 你就猛猛撞撞地 打了我一下 我心想啊 这哪儿来的丫头啊 脾气那么大呢 比我还冲 那后来 你到了农业班来上班 我心里还挺高兴的 我在感情方面呢 是个很迟钝的人 我也不知道 我心里边的那股高兴劲呢 到底是啥 再后来呢 你就跟李一新在一起了 我是既为你高兴 又有点难过 那直到那时候 我才知道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爸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这次上天 给了我一次再追求她的机会 我不能再放弃了 我也不能再等了 这哪怕是一分一秒 我也不能再等了 孩子 我就告诉你 你敢娶王小夕 我就没你这儿子 爸 那我也告诉你 我非得娶王小夕 你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那是你的事 但我永远会有你这个爸爸的 我会照样孝敬你 尊重你的 那接不接受 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了 这以后 不管小夕遇到什么危险 哪怕下面是刀斩火海 我也会跳下去救她的 我请问你 请问你 我不想问你 我说我不太多了 你想问你 我现在准备你 我说你 不要让我说你 不可能 没有 大家说你 什么 你是才的 坐 小夕 怎么了 我 觉得你真好 疼吗 疼吗 不疼 骗完膏油要再是疼的话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好 那我走了 小夕 我 谢谢你啊 我也谢谢你 我也谢谢你 这话她是笑说的 哪种笑啊 这笑就是笑嘛 咋还有哪种笑呢 你个土锤啊 这不同的笑代表不同的意思 你赶紧给我学学 她是怎么笑着跟你说的 那她就是 我 谢谢你啊 你这是啥表情啊 我相信 王小夕绝对不会像你笑 这么难看 你才难看呢你 你啥意思到底啊 拖半没戏呗 你也别沮丧 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你老是想啊 你啊 我觉得这事嘛 你还得发动群众 我谈个恋爱我还发动群众 让群众帮我出对象啊 你可千万别低估群众的力量 你想啊 王小夕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表态呢 多半是觉得不太好意思 如果大家伙都劝他跟你好 没准他就同意了 三叔 这沐儿长得可真好 你种了多久呀 去年刚开始种 收入咋样 要是把去年收的 卖掉的话 能挣个上万块钱呢 上万块钱 是啊 可算找到底啊 找我啥事啊 不会是河滩工地上 又出啥问题了吧 啥和谈的事 好事 好事你还不赶紧说 建兵 他被派到深圳 去学习改革开放先进经验 侠 侠侠的事 咋没人通知我呀 刚下的通知 让他立刻就走 这会儿线上车 都已经来接他了 还让我替他给你道个别 去多久啊 怎么着也得一年半载吧 二伦哥你骑摩托了吗 行了 烧我一段 干啥 我跟他道个别 走了 三叔 带点本吧 小心 不了 三叔 我们不能拿群众的 一分一毫 带点吧 别客气了 哎 哎 这生咋了呀 这 这这这这 光光有没有不走呢 王小夕 請刺濠們為難一個 王小夕 請刺濠們為難一個 照著 下面 有些射 這咖啡撿 右邊 好人 飛 Margaret 下面 下面 以涵 小心 你要问我啥 我就是想问你 你愿意跟我出对象吗 那你愿意让我领导你吗 我生活上都听你的 放我上来 天明啊 我在这这这 是 干什么是这这事 丢不动人 丢 丢 放开我 眼熟都看见了 看见就看见了 丢不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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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我这丢死人了都 你 松 你打开你 还不 我 丢死人了 没法活了 给我喝点农药 死了算了 你喝多少农药 我陪你喝多少酒 说 你有脊梁的量 我给你倒上 真喝呀 我家小夕有啥不好 全村人都支持她 和建兵在一起 咋就你不支持呢 你咋 你特殊啊 你要上天是咋 我 我 我不是那意思 你咋不是那意思啊 你今天在村委会 要死要活的 都丢人啊 说 解两的量 你要让我接受小夕的话 得约法三章 第一 他得对建兵好 第二 对我好 第三 他们结婚以后 得要个孩子 而且 孩子对开心好 不能当那个坏后妈 叔 你放心 你说的这三点 我一定做到 咋就你儿子这么金贵呢 还触个对象 还约法三章 那既然这样 好 好 建兵 我现在就跟你约法 三十章 少一条你做不到 都别想娶我家小夕 好 只要能让我跟小夕在一起 别说是三十章 就算是三百章 我也统统答应 我一定 不会让小夕受一点委屈 我一定会好好待她 让她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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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好 妈 快飞快喽 哎呀 你长得这么快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你们俩抢球好不好 好 你出了这一脑门子喊 一吹风 是不是要着凉了呀 来 擦擦小手手 每次出去玩玩以后 都要擦手手 要不然有细菌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行 拿书包去吧 妈 你怎么搞得这么隆重 好像我第一次结婚一样 你可不就是第一次结婚吗 跟杨清雪那次不算 差不多就行了 我跟建兵啊 不是讲究的人 啥事都能凑合 就这个事不能凑合 这回啊 妈得风风光光地 把你给嫁出去 你说你们 这一拖就是两年 你知道外头 有多少风言风语呢 别人说啥呢 再说了 这两年我们多忙啊 建兵忙着抗洪就险 我又被抽掉去灾后重建 俩人想见一面都不容易 就算你再忙 那也不能不把婚姻大事 不放在心上吧 只有你们结了婚 妈这心里头才踏实呀 还有啊 陈妈现在身体还挺好的 你抓紧再生个孩子 小福星啊 你说咱们家 你再多个弟弟妹妹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再多个哥哥就更好了 小贪心鬼 你已经有童童哥哥了 还开心哥哥 还想要哥哥 妈 还没结婚呢 你就这么心急 当着小福星的面 就是有要孩子事 那咋啦 这眨眼你这岁数就不小了 我跟你说 早生对身体有好处 咋我就岁数大了 小福星 妈妈是不是还年轻着呢 年轻 就是 我还小着呢 反正我跟你说的是正经事 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 小福星啊 咱家谁是老大呀 姥姥 那姥姥说啥我们都得听 是不是 是 行 跟姥姥说再见 姥姥再见 再见 再见 走啦吧 嗯 走 姥姥 王姑自己高兴 也不管老爹开不开心 不是爸 我结婚 你咋还不开心了呢 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我跟树莲 要是咱俩能够同时结婚 那就是喜上加喜了 爸 要早知道你这心思啊 那就 你先结 我再结嘛 你这竟糊弄你老爹 哎呦 太欣 到点了咱们得赶紧出发了 爷爷再见 太欣 上学的时候好好学习 听到没有 别长大了像你爹一样 知道了 别听你爷爷瞎说 走 快上学去了 今天早上 是不是鸡蛋又没吃完呀 小朋友怎么可以不吃鸡蛋呢 不吃鸡蛋怎么长个子呢 小虾阿姨 我爸爸结婚有点激动 耽误会时间 小屁孩瞎说啥呢 小虾阿姨 是真的 我爸爸激动的 都给爷爷顶嘴了呢 走吧 上学要迟到了 走 开心哥哥今天早上 吃鸡蛋了吗 吃了 你看 哥哥都吃鸡蛋了 你也得吃知道吗 你看哥哥个子长多高呀 小虾阿姨 这乡上呢 让我推荐几个人选 我这些天呢 在家里也捋了捋 我觉得像牛林呀 牛食堂呀 对了 还有杨树 这几个人我觉得还行 给老百姓办事呢 也都很热情 要不然你再看看 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被我漏掉了 叔 我觉得你还可以 再干几年 不干了 干不动了 现在这年岁呢 也越来越大了 这身体呢扛不住 这个地方呢 还老出问题 太娇贵 不能着急上火 还不能太激动了 你婶呢 前几年就不让我干了 我呢是干了这么多年 跟村上的乡亲们呢 有了感情 很多事情呢我还放不下 所以呀我才干到了今天 叔 叔 镇上再没有安排 竞选丛主任的人吧 你看你 推荐这牛林跟牛食堂干啥 你就推荐我一个人 这丛主任肯定是我的 你做梦吧 人家牛食堂呢 有一个这个酿造厂 牛林的人家还有个衣物室 这都是有能力的人 你看看你 为老百姓办事 一定要热心要积极 不能光竞选积极 我是个老党员 我不能让乡亲们 戳我的脊梁骨 你说是不是 叔叔 二龙 你来干嘛来了 我来报名竞选村主任 听说这几天马上就要选举了 赶紧来报个名 你们俩这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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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那我就先进去了 出去 叔 这牛儿愣 愣头愣脑的 跟着瞎凑热闹 王主任 请喝水 这跟你倒杯水 你还装上了 你就告诉我吧 这次我竞选村主任 胜算有多大 你要听实话啊 实话呀 我就不支持你参选 为啥 因为你参选的目的就不纯 村主任不是我 王小夕的听话随从 村主任是为村民 谋取福利 创造幸福的 得始终把村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 不是把我王小夕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王小夕啊 我是一名党员 为村民办实事 这是最起码的 我要是连这点 思想觉悟都没有 那党主任也不可能接纳我 你俩谁先说啊 杨树你先说吧 你倒挺聪明的 我要先说 我的老底不是漏了吗 你先说吧 那行 书记 那我就先说了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各位老少爷们们 老少爷们们 叔叔婶婶吧 手上有活的 你们就先把手上的活 听你 听我牛二乐说你 这次竞选村主任 我牛二乐也报名参加了 有些人在竞选的时候 肯定会说 给大家能带来什么好处 想说啥 听着呗 但是我现在 还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还没做到 但是我这次竞选村主任的目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帮助王小夕 帮助王小夕 王小夕说要治理合道 我就帮她治理合道 王小夕说要建成 我就帮她建成 我就帮她建成 好 牛二乐真的要改协贵症了 大家伙伴都清楚 王小夕是一个干实事的 她希望我们村的每一个人 都富裕起 请附老少爷们放心 我一定帮助王小夕 实现我们村 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 完了 完了 我看这牛二乐对咱小夕是真心的 那小夕要嫁给她 估计也能过挺好 牛二能疼她 郝贤兵不疼她 我看郝贤兵是最疼她的 没见咱们小夕这两年 脸色都好了嘛 都让郝贤兵给照顾她 对对 你说得对 各位父老乡亲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杨树 你们也知道我这人呢 这不会说话 目标我得给大家说清楚 只要我能竞选从主任成功 我肯定会带领大家 一起往前走 过上美好的日子 以前的我可能 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 但是在杨康书记的带领下 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很多道理 二愣哥 你必须再去大喇叭上 跟大家解释清楚 你参选村主任 是为了大家 不是为了我王小夕 有啥好解释的 大家选村主任 是为大家做事的 不是为我王小夕 一个人服务的 反正我现在 就这一个目的 没别的 小夕啊 我想过 你说得没错 只要我做好你 交给我的工作 清明庄的发展 就不会错到哪儿去 可是你这样 大家会误会的 你不解释清楚 谁选你啊 到时候直接就被淘汰了 我要说我不相信哪 那你是自欺欺人 那咱就看 后天的选举结果 牛二愣 你头倦驴 不服总领导安排 干嘛呀 这么神人秘密的 不许睁眼啊 不许睁眼啊 到了吗 千万别睁眼晚上到了啊 来 可以睁眼了 睁眼了 睁眼了 嗯 嗯 我们俩的婚房 怎么样 满意吗 前阵子你神神秘秘的 就为这啥啊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谢谢你惊喜 这房子不便宜吧 还行 也就是深圳一个 厨房的价钱 只要你满意就好 我满意 对了 这事你跟家里说了吗 没必要瞒着我妈 我刚打了电话 她马上就过来 走啊 进去看看呀 看还缺点什么 咱们一次性 给她全支配齐了 哎 走 喂 杨康叔啊 后天咱村子里 要选村主任了 您问镇上谁来监督呢 我来 我再问问建兵 我再问问好镇长 他去不去 那好好好 那我就等你了 说我啥呢 哎 你来了 啊 他来了 问清平庄选村主任 去不去 我去 建兵说他去 说定了 好好好 说定了说定了 好嘞好嘞 那我挂了啊 杨康叔 哎 再见 这你干嘛呀 坐呀 啥呀 我这都带习惯了 手上沉甸甸的 心里才踏实 晚上吧 晚上吧 喜欢吗 喜欢 走吧 easonne 國家 他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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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小夕 你后天把户口本带上 咱们清瓶庄开完会之后 就直接去领证 太早了吧 这还早啊 这马上就要办事了 我还去都晚了呢 你别激动好阵长 我又没说不去 手怎么这么冰啊 我是有点紧张 来吧 大阿姨 哎呀 小夕 你看看这房子啊 还带着大院子 我就喜欢这样的房子 你城里那房子 像磕死楼似的 太憋屈了 对了 对了 阿姨啊 我呀给您买了一双鞋 还有一个外套 哎呦 娜娜你这是 小夕不是要结婚了吗 到时候我们都得 参加她的婚礼 您啊 穿得漂漂亮亮的 清学有面不是 那你们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要参加 小夕的婚礼啊 还有点别的事呢 清学说了 小夕结婚是大事 我们都不能马虎 哦 对了 我给姐姐也买了 到时候您回去 都给带回去啊 好好好 那你就先放那儿吧 哎呀 行 好 妈 妈 还有二楼呢 哦 是 我带你看看 上楼看看 上楼看看 来 哦 这还有二楼啊 我告诉你 可大了 嗯 是 给小夕的 给小夕的 你先看看够不够 不够的话 明天我再去银行取一万 够了够了 足够了 娜娜 你这是太让我惊喜了 我真没想到 你能把给小夕的红包 包得这么厚实 你看低我了是不是 不是你一个人感激小夕 她照顾你好几年 我心里也很感激她 是 想得够周遭的 王小夕那人什么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要平时给她钱 她肯定给你轰出来 不是 她肯定不会要的啊 对 清雪 你看看这个 你选一个 看看咱俩结婚的时候 有哪个不叫好 你说好的 你说过王小夕结婚 咱俩就领证的 行 依你 我都依你 这样 等他们俩一办完婚礼 咱俩后脚立刻就去领 怎么样 那还差不多 说好了 不许反悔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那这红包你明天给她送过去 娜娜 这还是你送的合适 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 咱俩是一体的 你就代表我吧 行 那我给她送去 我呀 我呀是代表清雪来的 她怕她来要让我误会 所以非得让我一个人来 小夕 其实你在心学心理吧 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真的 不骗你 我之前 还一直担心你俩会复婚呢 现在我跟老郝要结婚了 你不用操心了吧 别走了 我给你做两个菜 晚上在我们家吃 别忙活了 我有事问你 你跟建兵 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 明天就去登记 你跟清雪呢 准备杀手办事 我们也就最近的事吧 那看来你们要在这儿 待一段时间了 清雪在县城东边 买了一套院房 这不也得收拾收拾 到时候我们两家 可以常来往了啊 看样子你跟清雪 在深圳干得不错 都是小打小闹 跟那些大公司没法比 那在我们眼中 也是成功人士 在线上有啥需要帮忙呢 就尽管开口 行 小夕 真没想到 咱们俩还能那么开心地 坐在一块儿聊天 你这先前 你跟清雪离婚也是因为我 我这心里吧 老过意不去了 现在好了 你跟建斌终于要结婚了 你找到那么好的归宿 我这心里这大石头的 总算落下了 你俩可得好好过日子啊 可不能离婚 要不然我又得开始担心了 清雪哥这心里只有你 您可别担心了啊 那也得结婚证拿到手里 才睡得安稳不是 不过清雪说了 咱们参加完你们的婚礼 我们俩就去领证 行 那我先提前恭喜你 那先谢谢你了 突然 窗外传来一阵小鸟声 我回头看去 又一只小鸟 那声音多焦急啊 好像是小鸟在找妈妈 好爸爸 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开心啊 你妈妈呢 去外面打工了 没办法带你 但是呢 她一直惦记着你呢 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好爸爸 你跟小夏一结婚 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妈妈了 对呀 你不但多了一个妈妈 还多了一个妹妹呢 小福星她本来就是我妹妹 好爸爸 小夏一变成妈妈以后 那算不算好妈呀 喂她给我吃毒苹果怎么办 你这个小脑袋瓜子里边 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呀 那小夏一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没幽默细胞 也不知道小夏一是 咋看上你的 臭小子 喂 喂 清雪啊 下午一块儿吃饭 让岳干世叫你 你咋没来呢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白天临时有点事 你现在也没有时间呢 是 我就在你们小区里面 你们家门口 行 我等你 你 清雪 你 你还亲自接我呀 娜娜说 你跟小夕明天就要去登记了 为了庆祝你们新婚 走 咱俩喝一杯去 走 妈 你说牛二愣和杨树 谁能当上村主任啊 谁当都一样 咱家照样靠地吃饭 我觉得牛二愣可能性大 他要当村主任 对咱家肯定会好嘛 大东 你出来一下 咋啦 出来 啥事儿嘛 快点 哦 来了 咋啦 啥呀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不是个宝贝 对呀 我见过最老的碗 就是我姥爷开饭馆时候的 大厂口碗 这我都没见过 哪来的 杨树他老婆给的 说让咱在小夕面前 替他家杨树说了那句好话 那要他给的 估计不会是真的 真的文物值不少钱的 人家不如直接送给小夕了 那小夕可从来也不收礼 这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觉得不会假 那送礼要是送假的 那不是把杨树 想要的村主任给送礼吗 你说得也有道理 那要是真的话 咱给小夕送去吧